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结果真的很难接受 杨耀阳的对手是陈文飞 陈文飞是廖昌勇战队的种子选手 实力很强 更关键的点是陈文飞可以驾驭多种风格 并且表现都非常出色 杨耀阳输给陈文飞并不奇怪 时尚的选手是王静文 王静文是李荣浩战队的种子选手 而且两个人都是原创 从原创作品出发 从对作品的诠释出发 两个人的水平相当 但是王静文的原创作品是抒情歌 这种类型在中国好声音 明显更受欢迎 因此时尚输给王静文也可以接受 但是增速术居然输给了张露鑫 一开始很难接受 毕竟张露鑫是很强 从盲选阶段的表现来看 张露鑫的声音条件非常好 虽然在导师对决的表现一般 但也是因为准备歌曲时间有限 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因此一直知道张露鑫的实力不容小觑 但是增速术的实力会更强 他在盲选阶段的表现 只能用经验来形容 表现一场比一场好 用大量的PK证明了实力 到了导师对决阶段 也是较为轻松的战胜对手 如果只看实力 增速术要比张露鑫强 但他还是输了 很想知道为何而输 理性分析之后发现原因是 李克勤为增速术选择的歌曲并不合适 导师决战 李克勤为增速术选择了一首中文歌 这世界那么多人 增速术的声音溢出满满的高级感 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但是这首歌曲的内核并不是高级 而是一种共鸣 在听完歌曲之后可以回味 但是增速术没有做到这点 他并不太适合这首歌 实际上以增速术的音色唱歌的感觉 他更适合唱英文歌 他在盲选阶段的表现已经说明了这点 但是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中 李克勤没给增速术选择一首合适的英文歌 这就是增速术输掉比赛的原因 而廖昌勇战队为张露鑫选择了一首 不仅适合他演唱 还适合比赛的歌曲 张露鑫唱的是Interstellar 这首歌曲可以充分地展现张露鑫的高音 可以把张露鑫的声音条件充分发挥 配上好声音顶级的乐队 可以营造很强的氛围感以及震撼力 这样的歌曲很难唱 但是一旦唱好会非常的适合比赛 因此张露鑫赢的原因 也有选歌的原因 当然这些都只是表面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李克勤难道不知道增速术适合唱英文歌吗 他当然知道 那为什么还给增速术选了一首中文歌 原因很简单 这儿是中国好声音 因为赛制的关系 增速术在盲选阶段进行了多长抢位战 让他成为盲选阶段演唱歌曲最多的学员 但是这些歌曲当中很多都是英文歌 而且增速术又在导师决战唱了英文歌 他唱的英文歌有一些太多了 这儿可是中国好声音 于情于理都应该在接下去的比赛中 唱一首中文歌 如果盲选阶段抢位战的学员 只需进行一场或者两场PK 增速术就不需要演唱那么多英文歌 这些歌曲就可以留到比赛后期来演唱 而唱英文歌的增速术 才是实力完全发挥的他 赢张录欣并不难 因此增速术是输给了赛制 当然即使是增速术赢了 擅长唱英文歌的增速术 也很难进入总决赛 还是那句话 这是中国好声音 如果说增速术输的深层原因是赛制 那张录欣赢的深层原因就是隐藏 张录欣选择的歌曲虽好 但是他演唱的过程中忘了歌词 把曲乐周遭爱笑着说谎 以及总说孤单唱成了别的内容 这已经不是张录欣第一次忘词了 在导师对决阶段他也忘了词 但是两次忘词张录欣处理都比较不错 并没有不唱 而是用其他歌词来代替 因此如果不看歌词听歌 如果张录欣不说 如果导师不指出问题 很难听出张录欣忘词 很难知道他有失误 导师对决阶段 张录欣说出了自己的失误 导致的结果是大笔分输给维里安 而到了导师决战 张录欣没有说出自己的失误 而是选择了隐藏 而且八位导师都没有指出张录欣忘词 这样张录欣的失误被隐藏了起来 从而让他赢得了比赛 但是两次忘词已经表明了张录欣的局限性 他虽然进入11强 但要进总决赛 很难很难 相比较而言 在今年的四大战队阵容中 两位理性导师 无疑是被票选出的最强战队 综合实力都很强 曾素树在这一切好声音中 是被观众们认为可以逐战4强的选手 但是没想到 现在却止步于11强之外 这个结果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而且以曾素树本身的实力 的确不应该只有这个成绩 曾素树此番对战的是 廖昌永战队的张录欣 曾素树选择了一首 比较偏抒情风格的歌曲 而张录欣选择了一首 十分具有爆发力的歌曲 本来以两个人的实力来说的话 曾素树是完全有可能胜出的 但是结果因为风格歌曲的迥异 使得hold住全场的那首 是爆发性更强的 另外抒情歌曲本身就比较难以带动观众 属于偏低沉一点 而曾素树在演唱的时候 因为身体爆样 导致整个发挥失常 演唱完全不在状态 没有更深层的打动观众 不得不说 最后的结果真的很令人遗憾 这样的一位好苗子 就败在了选举和状态上 很多观众纷纷为曾素树打抱不平 称其没有表现好有很多外在原因 非常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舞台上 在曾素树出局之后 弹幕留言墙上 清一色都是观众对他的挽留 不仅有对导师们请愿 让曾素树留下 还对节目组请愿 能够再给这个女孩一次机会 相信曾素树看到观众们的留言 也是十分感动的吧 毕竟能够在节目上 看到这样的场面真的不多见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在观众们的心中 曾素树已经达到了 怎样的高度和水平 总之不管曾素树最终是去还是留 这都是以后 他继续朝着音乐向前的动力 其实不仅是观众们 对于曾素树的比赛结果表示惋惜 就连曾素树的导师也表示了遗憾 在比赛结束之后 吴默筹就在社交平台上面 给曾素树留言 称其自己的妈妈很喜欢他的歌声 曾素树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显然导师吴默筹这简单的一句话 已经说明了一切 年纪轻轻就可以唱出沧桑的味道 这是乐坛很少见的风格 他的未来值得期待 可见曾素树这一趟好声音之旅 也真是没白来 这一旅程简直是收获满满 收获了观众的夸赞与肯定 也得到了导师的认可 这对于以后的音乐之路 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最好也希望曾素树 不要因为这一次的成绩而灰心 现在的成绩和名次不代表以后 未来谁是冠军 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